大家好 欢迎大家去学习安卓底层开发 上一期课我们介绍了安卓 sensor service 它的一个具体处处的一个过程以及对于数据的处理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安卓的framework层和我们的hair层是如何来对接的 我们这个framework层和hair层对接的不只局限于我们的sensor 也极限于我们的camera audio surface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幅图 首先我们的framework层中会有我们对于底层硬件支持的一系列的服务 包括我们的camera service sensor service和我们的audio service 这三个库它都是使用动态的方式去loadhair层的库 这个hair层对下挂接的就是我们实际的设备 比如说我们的camera sensor或者是audio 那么我们这个hair层对我们上层提供的接口 它是一个固定的接口 所以说我们可以使用同一个接口来对我们底层进行访问 这个访问的过程就是通过gethairopts 根据我们传输的名字 然后拿到我们hair层所操作的区别 那我们hair层的一个具体按钮就是这个hwgetmodule 而我们hwgetmodule其实定用的就是我们hwgetmodulebyclass 也就是根据我们的名字去加载我们所使用的动态库 如果说我们加载的是sensor 那我们传的名字就是sensor 如果我们传的是camera 那么我们就传一个camera的走串 如果是其他的我们就使用其他的方式 而我们hair层真正去load我们动态库 都要用的是我们linux标准的dlopen和dlsym的一种方式 去拿到底层操作的区别 在我们load库的过程中 我们的库基本上都会放在sensorlab hw这个目录下 如果说我们有几个库 那么我们寻找库的一个相互顺序 是根据我们hair层里面定义的一个结构里面去顺序获取的具体 一会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代码实现 比如说我要加载一个sensor的hair层的一个库 那么我在这里会有一个lab sensor.default.so 这个是我们默认的库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根据我们的proper里面 没有获取到我们当前系统 也就是当前这个设备所对应的动态库 那么我们就会使用默认的库 也就是lab sensor.default.so 如果说我们这个系统它的名字是全置 那么我们sensorlab hw下有一个全置的库 那么我们就会去load这个全置的库 包括我们camera也是一样的实验道理 只不过它们的操作剧柄中具体的一些方法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呢就是每一个开每一个service 对应的hair层它底层的这些具体操作是有所区别的 但是这种获取方式是一致的 而我们底层的dusopts也就是我们hair层往下 所对应的具体操作过程呢 这个时候就会有三个不同的实现 包括我们的sensor camera audio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服务 这个就是我们franco层和hair层 它的一个对接光线 hair层就是提供对上层的一个支撑 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的接口 这样的话 如果说你底层的酷换来换去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呢我们的接口都是标准的 你只需要使用那样对象的方法 帮我把这些接口封装起来 我上层就不会关心你具体底层是如何来实现 这个就是我们hair层它的一个实现过程 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安卓这个hair层是如何来寻找动态库和得到操作巨饼呢 首先在我们去漏的这个动态库中呢 我们会获取我们的proper 然后呢根据这个proper它的具体值去我们的一个 c termlab hw目录下去查找相应的酷 比如说我们sensor就是对应的lab sensor the.proper.so 当我们获取到这个.so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o它的一个实际的操作过程 就是使用dlopen打开这个文件 然后呢使用dlsym来获取 大家来看这个hmi 这个hmi是一个四伏串 这个四伏串呢它会对应着我们酷中的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呢就是我们hwmodule-t的一个巨饼 也就是我们service 所获取的那个巨饼 当我们获取的一个巨饼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hmi呢就是一个四伏串 它对应的酷呢就是一个符号 动态酷它是一个erf的文件格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我们的erf呢 erf的一个文件格式它的头 在开始的时候呢保存了我们的一个录像图 也就是我们每一个行数它所对应着我们具体 二进制里面的一个录像图 描述了我们这个动态酷它的一个文件组织的情况 包括我们的指令数据符号表和我们重定位的一个信息 当我们使用dlsym去查找这个hmi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找到我们动态酷中所对应的hmi这个结构体 它的一个具体的地址 然后呢我们拿这个地址里面 它对应着一些寒数接口 我们使用这些寒数接口就可以动态的对我们这个底层 进行操作 那么呢我们可以使用 锐的erf-s 这个选项 然后呢加上我们一个sensordefault.so 可以查看查看我们这个动态酷的符号信息 找到我们的hmi符号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切到安卓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个load的一个具体过程 以及我们查找这个hmi符号的一个过程 我们打开hardware lab hardware hardware.c 然后呢我们切到最后一行 大家来看最后这个行数呢是hwgetmodule 这个就是给我们 framework framework层所调用的这个行数 这个行数呢就会去动态的load我们所传进来的字符串 以及根据这个字符串所匹配它所load的酷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hwgetmodule by class 其中我们的classid就是我们的sensor camera或者是audio这个字符串 第二个我们可以忽略 而第三个呢它是一个hwmodule-t的一个指针 当我们使用动态酷获取到这个动态酷中的巨饼时 我们就会把这个巨饼附给我们的module 然后呢传给我们的分合层 分合层呢就可以通过这个巨饼来对我们hide层进行操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具体的一个漏的过程 首先我们会把这个pass以及instance写进来 写进来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在这里会getproper 我们看一下getproper的一个顺序 大家看首先是get我们硬件的这个proper 也叫rohardware 后面呢会漏到我们这个产品的proper 最后呢会漏到我们这个板子的proper 最后呢是一个ro的arch 这个我们可以忽略 它呢如果有定义的话 那么呢就会load这个cool 如果没有的话大家来看 大家看如果说我们这个每个都没有 那么呢它会默认的 如果说我们每个都没有 它默认的会load我们的名字 也就是sensor的camera或者是audio的default.so 到我们取到这个名字之后呢我们就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名字 那么呢我们就去load这个cool 我们看load的一个过程 再来看load的过程 首先就是使用dlopen 来打开这个文件 再来看是dlopen dlopen之后呢我们在这里 会有一个dlsym 来获取 以这个动态cool聚饼中的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呢我们看 它是hairmoduleinfosym sstr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符串 大家看它这个字符串呢就是hmi 那为什么会是himi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找一下findout target product cfiber ctermlab hw 新点so 大家看在这个里面呢 它会有好多个.so 其中就有一个sensorsfiber.so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o 我们可以使用rederf-s 然后呢敲一下这个字符 敲一下这个名字 再来看 这个呢就是它函数 它的一个映射表 我们来找一下hmi 带来看 在我们第33行呢 它有一个hmi的信息 而我们这个hmi 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动态库中的一个hmi的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实现 这个hmi呢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我们这个动态库它的一个具体编写的一个代码编写的位置 那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在哪里具体实现的 在哪里具体实现的 当我们获取了这个具饼之后呢 大家来看 我在这里呢 就会把这个具饼附给我们这个结构 也就是我们的p hmi 然后呢返回 这样的话我们saten server 就能够拿到我们这个hmi它的一个操作具饼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hmi 它是具体在哪里实现的 我们来打开这个文件 Headware下面有个65 xxlab sensors-io sensor mpl.cpp 然后我们找一下一个具饼 大家来看看这个 hair module info sym 这个呢 就是我们 这个 导入这个 结构的一个 实际的具饼 就是这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体 它呢 是我们通过动态库里面 获取的这个具饼 它这个里面 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方法 第一个是我们的 min third sensor module min third 这个呢 就是 底层 sensor 打开的一个 行数 而我们这个 get sensor 类似的 就是来获取底层 所有支持的一个 sensor料表 这个呢 会定义在本地 但是呢 它到时候要根据我们这个硬件 也就是这个sensor the module min third 它实际打开的sensor呢 来做依据 而我们这个sensor get sensor 类似的 它只是一个 假定义的一个列表 我们再来看一下代码 我们看一下这个sensor module min third 它的定义呢 是在这里了 它里面有一个结构 它也是个结构体 这个结构体呢 它的open方法 大家来看是open sensor theopen sensor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下面这个窗口 给关闭掉 Ctrl www 切过来 然后呢把它退出 大家来看 这个open sensor 呢 其实 它在这里 new了一个结构 sensor pull contact t 这个new的时候呢 它会打开我们sensor的所有设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数的定义 大家看 它在我们第一个里面 这个呢 是在本文件里面定义了一个这样的结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定义方法 大家看在这里呢 会把我们的sensor给new出来 而我们这个每一个sensor的对应的都是我们底层具体的一个设备了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选第五个 大家看在这里呢 它会对应着我们底层的一个具体的设备 然后呢去打开设备 大家来看 这个呢就是我们具体对应着底层的一个sensor 啊 这里有fd 然后呢它会有一系列的操作的行事 比如说pull activity等等 然后pull的话它就会读取数据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sensor的pull contact所做的事情 然后它会设置一些回调 大家看在这里呢 它会把这个fd给拿过来 然后呢event就是pull in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pull 来对我们这个进行操作 它这里呢打开的是 一共是三四个五个五个sensor全部打开 打开之后呢 把它保存在我们这个pull的列表中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我们打开之后这个 返回这个结构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家看打开之后呢 它会把这个dv 付给我们这个dv 付给我们这个dv 大家看这个dv 他最后呢会把这个dv 付给我们的dvs 这样的话呢我们上层那个dvs 就能够使用这些凯数 大家来看 也就这几个pull close activity pullpull 这几个方法呢去获取底层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ullpull 它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巨饼 它的pull events 来获取实践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ull events 大家看 在这里呢就相当于pull一下我们所有的fd 然后呢在这里通过fd的event呢把这些实践读上来 大家来看这个是读去实践的一个过程 大家看 他在这里每一个sensor他都要去读一下 到我们把这些实践读上来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些实践封装起来送给我们的service这层 我们service拿的这些数据呢 就在往上送送给我们的sensor manager 大家来看 这里呢会把这个实践的个数呢全部返回给我们sensor 这个就是我们底层具体对sensor的一个操作 它的实质呢就是把这个结构 付通过load的方式 付给我们的sensor device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结构 拿的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的具体hairs层的一个操作过程 首先我们这里sensor device呢 会使用我们的sensor的open-1的方法去获取一个巨饼 这个技术呢就是我们的m-sensor device 获取之后呢大家看在这里会通过这个具体的方法去打开底层所有的sensor 而我们底层这个结构也就是sensor module m-sensor它的结构呢是这个open-sensor 我们open-sensor呢它这里就设置了 大家看传来的值呢就是设置我们这个m-sensor device 它的opts opts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应着我们 对sensor所有的操作包括我们的activitysensdelay 这样的话我们直接通过这个 结构对我们sensor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hair层 底层对于我们硬件接口这块它的一个具体实际 不能说是硬件结构是对于我们的驱动设备进行直接操作的一个过程 那么下面呢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我们sensors它的一个数据流程 首先我们在这里知道我们这个从上面来看是我们首先要注册一个lessner 然后呢我们的sensor manager 渣化层通过gni 然后调用我们4i加层的sensor manager 我们sensor manager呢通过bender机制和我们的sensor server进行交互 而我们的数据呢它这里是通过一个unics套戒字来进行交互的 而我们的sensor server呢它是通过hair层的对接 获取我们底层sensor操作的一个结构 也就是我们的sensor device来获取得到sensor数据的一个接口 通过这个接口呢将数据返回给我们的sensor server 具体过程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传感器有人监听了 然后被激活激活之后我们sensor device通过pull方法来不断的获取底层的数据 如果说我们打开一个gsensor 那么它的数据呢是一直在变化的 这个变化幅度很小 但是呢我也要上报 我们把数据报给我们的sensor server 我们sensor server里面会有一个pull的方法 这个pull的方法呢它就会获取我们底层所传过来的数据 传过数据之后呢它就会通过send sensor event的方法 通过我们的socket发送给我们的sensor manager 我们sensor manager再通过回调的方法发送给我们的sensor manager sensor manager同样会有一个lessner的监听 第二个用on sensor change的方法报给我们上层的应用 我们上层应用获取到这些sensor数据之后呢 它就会自己做处理 比如说我想判断手机摇一摇 以及我们游戏操作它呢都会通过自己的一套算法来具体实现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安卓sensor它的一个具体实现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自己加一个自己的sensor 那么呢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第一个要修改我们sensor Hair层以下的部分 这部分呢我们需要添加一个sensor类似里面的这个列表 需要我们添加自己sensor的名字 第二个我们要在底层打开我们的设备 可以对我们的底层设备呢进行一下封装 包括我们的Open Azure Pool方法 Activity方法 以及SetDelay方法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接口封装给我们的Hair层 然后我们Hair层再通过上层sensor 它就调用完成整个sensor的构建 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我们代码呢现在是在我们的Service 也就是SensorService这层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打开这个文件 打开我们的SensorService 我们找一下这个ThreadLoop 这个Loop方法呢就是我们获取底层数据的一个过程 在这里呢我们首先会申请一个SensorDevice 而这个SensorDevice呢我们来看一下它获取数据的时候呢 就是调用的一个Pool方法 而我们这个看一下我们SensorDevice 它这个Pool方法是在具体实现 我们跳到第一个里面 我们看一下它的Pool方法的具体实现 大家来看 这个Pool方法的具体实现呢 其实调用的就是我们的M SensorDevice 它的一个Pool方法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M SensorDevice 我们来切到上一页 大家来看 我们的M SensorDevice 在哪里 这个是我们在我们SensorDevice的初始化的时候呢 调用Open方法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我们的M SensorDevice 对我们的底层设备进行读取 这个就是我们Sensor具体的一个实现过程 好 这一节课呢我们对Sensor的所有的分析呢 基本上就到这里主要是了解了一下Sensor 上层 上层 也就是我们的扎层 应用层 framework层 Hair层 以及和我们底层具体设备 它的一个对接过程 那么如果说我们需要添加自己的一个Sensor的话 首先我要拿到厂商那些技术资料 然后拿到它驱动程序 移植到我们的内壳中 然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 目录下生成我们的Sensor的一个具体的设备 然后呢我们在Hair层和我们底层对接过程呢 添加一个对于我们Sensor具体的一个操作的 函数集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 使我们的Hair层和我们这个设备来对接起来 然后呢完成一个Sensor具体的移植 好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